如果说今天你有50万的预算的话 你会买什么车子? 买Porsche吗? 还是买其他的车子? 但是呢 你可能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今天试驾的主角 就是这个Mercedes AMG的A45 S4 Matic 这一款车呢 是在之前跟这个Airclass小改款 一起在马来西亚市场发布的 它也是马来西亚硕果仅存的 Airclass Hatchback 如果说你看到这辆车呢 你真的要小心 因为这款车的加速表现真的非常的凶 你看它的外观设计 很多人说这个外观设计很凶 其实我自己觉得哦 它有点低调 除了这一个 MG家族必备的这个 直铺式的水箱护照 还有一点点空力套件之外 你看得出它跟普通的Airclass 有什么差别吗?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然后还有一点哦 就是这个轮圈在小改款的部分呢 它也是换了一个全新的设计 是一个压黑的风格 这个小轮圈设计我觉得 嗯 我没有什么comment啊 你们觉得好看没哦 然后它原厂配的一轮胎 它也是Continental的MC6 整体的感觉 我觉得这辆车其实还OK啦 没有讲到太运动化 不过它也符合现在很多人的要求 就是低调 如果讲你太高调的话 驾出去全部人就是望着你 这样的话 给我会有一点点拍摄啦 我们来看车尾的设计 车尾相比起车头哦 就凶了很多 这个AMG的四出排气管 上面还有写着AMG的字样 然后钢琴黑的下扰流 这个下扰流你不要以为它是白美而已 它是真的有帮助这个加强下压力的 所以在跑快的时候呢 这辆车的稳定度会比较高 然后除此之外 还有这个钢琴黑的那个尾翼 整个加起来的效果 就比车头凶了很多是不是 而且呢讲真的啦 如果是讲你单看的看这个车尾的话 你可能分不清A45跟A35 因为它们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类似 不过呢 不管是A35也好还是A45也好 你看到它们都要小心一点 因为都是不好惹的怪物 买到正统AMG的朋友呢 以为真的只是买这辆车吗 不是 它们要的是这个引擎 这个引擎是2.0公升的 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416HP 峰值扭力500纽顿米 这个数据完全可以媲美3.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了 那么这具引擎除了马力高之外呢 它还有什么重点 它就是经典的AMG一人一击 你可以看到这边上面 还有这个AMG工程师的签名 AMG的工程师呢 是用手工组装每一具AMG的引擎 它们都是艺术品 这个不是我用性能呢 还是其他东西可以来形容的 所以买AMG的朋友为的其实就是这一个引擎 然后除此之外呢 你不要看这个引擎的输出那么高 它还是可以满足欧洲的EUR6C排放法规 而且不需要任何的48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啊 还是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它就可以输出那么高的马力了 所以呢 除了A45X以外呢 像是因为这个C43啊 甚至是C63的大改款呢 都是采用这一机引擎 但是它们是有配合这个混合动力系统啦 所以呢 这具引擎还是非常好料的 你试过你就会知道 但是这个油耗有一点点恐怖啦 外装我们简单的带过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它的内装设计 首先你看我坐的椅子是不是很帅气 这个椅子呢 是真正的这个赛车同意 如果你要舒适性的话 它基本上是没有舒适性 但是它的这个包覆性是非常的好的 你看我的身体坐下去 它整个包覆性刚刚好 而且呢 如果这个椅子是在你在激烈驾驶的时候呢 它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也就是支撑你的身体不让它滑来滑去 所以这个椅子跟这辆车是绝配 然后剩下的部分呢 这辆车为了凸显它的运动感受 它在这个门板啊 然后方向盘上面采用了很多麂皮的材质 摸上去非常的爽也非常的繁华 不过就是你的手如果是手汗很严重的话啦 你在抓这个steering的话 这个steering很容易留下你的手汗 然后除此之外 我的正前方有个抬头显示器 可以显示的资讯很多 包括转速啊时速等等等等 然后 这个方向盘是全新设计的 除了有换挡拨变之外 这边有AMG家族祖传的两个小转钮 除了你可以控制这个停车席或关掉之外 只有驾驶模式切换 你也可以在这边更换 你可以看 现在我是在普通的模式 也就是舒适模式 然后Sport Sport Plus 在Sport Plus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呢 它的排气声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非常非常的热血 然后在这个触屏主机里面呢 它也有一些特别的功能 就是让你在测试你的单圈成绩啊 然后你的0到100加速成绩啊 刚才呢我们看到有一个成绩 它的0到100加速还不到4秒 所以这辆车的性能真的是超级的相看 然后还有一点跟小改款之前不一样的是 小改款之前在这边呢 它是有一个触控板 可以让你控制这个车载主机的 但是因为它现在支援这个触屏了嘛 所以小改款之后它直接被取消 取而带着是一个置物格可以给你放手机 然后还有防滑电 整体整个设计风格就是这样子 最后一个要跟大家讲的东西 就是这辆车虽然是辆纯性能车款 但是一些便利功能它也是有啦 例如讲它有这个倒车的360度镜头 然后还有无线的Apple CarPlay 这些功能基本上是主流啦 所以它给到我觉得很好 虽然讲这种运动车款呢 它的这个后座空间表现呢 不是一般应该我们去做测试的 但是竟然拍都拍了 就顺便拍给大家看一下啦 你可以看到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其实还是可以的 然后呢 它的座椅同样也是有这个 麂皮的材质做点缀 可以防滑 然后它连头枕都有点赛车椅的设计 但是因为这辆车本来 它的后悬吊就比较弹跳一点 虽然讲还有这个可调式悬吊 但是在舒适模式下弹跳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后座乘客应该会辛苦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天窗 并不是全景天窗 它只有在前面而已 前半部 后半部是没有天窗的 所以你的压迫感也会比较重一点 然后它这边上面有一个小勾勾 我不懂可以勾什么东西啦 不过偶尔勾下一个DataLane 还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有阅读灯 然后也有冷气出风口 如果说你坐的地方路况好 短程的话 后座乘客应该还是OK的 长途的话 那么就后座乘客应该会打死你啦 OK 现在我就来讲一讲 这个AMG A45 S4Matic的自驾干车啦 因为我刚刚参加完这个 每个weekend早上的必备活动 就是上云丁 然后有点心得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这台车对于很多的这个朋友呢 他们有跟我讲过啦 其实他们觉得这台车 是一台非常适合任何人开的车试 实际上 只要你的技术不太差的话 那么这台车你基本上都可以发挥到70% 80%左右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因为讲真的 以前的性能车 其实都非常的有个性 所以你要handle它的话 是不容易的 就例如讲上一代的这个C63X 就是我开这台车 我的技术就是只足够handle它而已 如果我要把它发挥到极限的话 那么就可能就有点辛苦啦 可是对于这台车来讲的话 就是我可以把它发挥到80% 85%甚至是90% 就是因为它很多的电子辅助 会让你觉得很好开 有几点我要称赞它 就是第一点是它的变速箱 我一般都是在这个Comfort模式下开车 这个变速箱呢 它非常的灵敏 只要我在爬山的时候 我身材一点点的油蒙 它就会马上有一个降档的动作 给我相应的档位 让我的速度更快 也就是讲在爬山的时候呢 我会没有感受到这个车子没有力的情况出现 这一点还蛮不错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引擎 我知道讲到这个引擎 很多人就会讲 哎呀引爆R也是2.0嘛 也是2.0Turbo嘛 但是实际上它们还是很不一样的 这台车的最大马力表现是416HP 马力那么高排气量2.0 但是它还满足得到欧洲最新的排放法规 这一点就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了 而且除此之外呢 这台车的引擎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 这个也是AMG部门的强项之一 因为呢 很多引擎可能是讲它的马力也高 但是你真的去踩那个油门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转速响应可能会比较慢一点点 但是这个AMG就很快 因为这个就是AMG工程师技术跟经验所在 其实这个AMG不只是一个土腾而已 它是真的有料到的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AMG只是一个挂名字出来卖的东西而已 它是真的有一个很强很强的实力在的 然后接下来的第三点就是这个底盘 这个底盘拥有这个4MATIC PLUS的技术 什么是4MATIC PLUS的技术呢 讲真的它其实就是个四轮驱动系统啊 然后它可以把这个扭力很平均的分配到四个轮子上面 也就是讲这一台车 你在爬山的时候 你在弯道的时候 它都可以给你很好的循迹性 让它呈现一个很好的操控表现 而且除此之外呢 它并不会有推头或者是推尾的情况出现 这一点 如果你是单纯开这个前轮驱动或者后轮驱动的新人车呢 你可能就会feel到明显一点 但是这台车不会 就是因为它四个轮子都有这个扭力在 然后都在转 所以它可以给到你很好的循迹性 所以我该一路来爬云顶的时候 我整个人驾着是非常开心的 这台车就是一台很好上手的车子 如果是单纯以操控跟动力表现来讲 满分10分我会给到它9分 甚至到9.2分 因为我开起来我觉得完全就是无压力的车子 它不会让我去panning 就是讲我可能handle不到这辆车子 还是什么情况 并不会有样子的情况出现 所以我开的还蛮爽的 可是呢 我也有去征求一些玩车的朋友的意见 他们就是跟我讲 对于他们来讲 A45S就是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因为对于他们来讲 可发挥可以挑战他们的东西不多 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一辆不普通通的快的车而已 不过呢 Mercedes AMG这样子做对不对 我觉得他们是对的 因为本来性能车就是一个很小很niche的market 他们现在把这个车子做到比较亲民一些 就代表着他们打算去扩大这一个市场 讲真的 我相信一个任何人去开了下车子之后 其实都可以feel到这台车 它整体给你的信心度是很够的 你开下车转门的时候 你不用怕推头或者是推尾 让你的车子会失控 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而且这个动力它在加速虽然是快 但是基本上都是以一个比较平稳 比较顺畅的加速在加速 所以我觉得这几点融合起来 就让它开拓了不少的市场 对于一些可能原本不是这样喜欢性能车的朋友 他们开这台车也会开得蛮开心的 可是有几点会让我导致我本身 不会去选择这辆车 哪几点呢 OK第一点就是这辆车的这一个价格 讲真的这台价格真的是高了一点点 因为它是完全CBL进口 大概是50万马币左右 这样子的价格其实你有很多选择的 所以这个可能是导致人家不去选择它的其中一个原因 至于另外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它的这个油耗 基本上它就处在这种 Bugging都会掉油的这种情况 因为这几天我并没有开很多 我开大概是100到150公里左右 我现在的油其实已经不到半缸了 所以这一台车它这种高性能的前提下 就是它的油耗可能会高一点 可是我相信买得起这款车的朋友 完全不会去在意它的油耗表现 因为性能车真的是没有几款是深油的 这个只是我自己觉得我可能表不能接受的地方 因为我穷嘛 我买不起这样的车 所以我觉得这个油耗可能是我不能接受的 但是买得起这款车的朋友 Who case 整体来讲这台车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weekend玩具 就是上山跑一跑还是不错的 我在这里我要澄清 我对这台车是没有便宜的 我是很喜欢它的 以上都是一些我的朋友给我分析 加上我自己经验而得来的结论 它确实它的个性没有那么强烈 所以它很好的上手 但是也不代表它的handling差 你看到吗 我的这个弯道表现 基本上我的速度不慢 我下山摩托是维持在90这样的速度 我刚才上山的时候甚至我可以去到100 所以我觉得 它各方面都很平均 就是而且讲的呢 它的对手应该也只有RX3一个 有一种寄生预和声量的感觉 不过你给我选的话我还是会选着这个啦 OK啊这个就是我们简短的试驾分享 好啦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个 Mercedes AMG A45 S4 Matic Plus的这个简短的新车介绍跟试驾啦 我相信大家对这款车的看法都是它太贵了 确实啦对比仔细小改款之前呢它就是贵了很多 但是我开了之后我还是很喜欢这辆车 这辆车最主要的卖点呢就是它的个性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 因为以往的性能车款呢尤其是老一代的性能车 你要去驾驭那款车你的技术真的要很好 但是对于这款车来讲呢 如果说你技术普通也可以很享受它的驾驶乐趣 你技术好的话你就可以发挥它的潜能 它的这个4Matic Plus的系统真的太强了 它甚至可以让你进行飘移 因为系统可以让这个扭力完全推到后轮去 所以这套系统我真的很喜欢 然后除此之外呢对于这台车我觉得我没有太多的comment啦 因为对于性能车我们不能用一般的车款的标准去评价它 它的这个操控表现 它的动态表现它的加速表现 我觉得真的是已经很完美了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A45S呢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好啦我是Ivan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